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季到现在的第五季 中途不止换过一次固定成员 王宝强 宝贝尔都是曾经参加过一季的跑男 而后来加盟跑男团的陆寒因为表现突出 深受网友喜爱 所以自第三季之后 陆寒在跑男的位置 一直都是不可取代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 虽然有了陆寒的加盟 跑男说是上去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一大堆 因为陆寒的粉丝比较多 只要陆寒在节目里 受到一点点的委屈粉丝们就不乐意了 各种在网上吐槽 跑男节目组做得不好 这个问题在第三和第四季的时候 还不是很严重 可是第五季有了迪丽热巴的加盟之后 陆寒的粉丝们一下就不肯定了 不仅跑男节目组 被指责故意炒作热巴和陆寒这对CP 热巴也因为这个问题被黑得体无完肤 大家都知道 因为Igly Baby刚生完宝宝身体还没有恢复 所以 奔跑的第五季重新邀请了迪丽热巴 加盟跑男团赞带Baby 原本Baby在的时候 即使和黄小明已经在一起了 和郑凯这对情侣CPE就是被节目组炒得火热 因为他俩的节目人设就是这样 既然热巴接替了Baby的工作 自然要担起自己的责任 和陆寒炒CP是我们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想必陆寒的热巴心里都是有准备的 可是从前几期的节目效果来看 陆寒的粉丝们不要太排斥热 八 别说吵情侣CPE 感觉热巴跟陆寒说句话 好像都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似的 热巴和陆寒一起玩的测心跳的游戏 明明热巴心里没有什么波动 陆寒倒是激动了不行 可是在节目播出之后 粉丝们立马就不安了 疯狂怒视节目组有意炒作 若巴更可怜 不少人出来造谣说热巴 和节目组合谋 故意捆绑陆寒蹭热度 泡满五千几期的玩法转变 真的给不少网友惊喜 可是让粉丝们这么一闹 且 墨组没有办法只得把陆寒和热巴分开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若巴在节目里都不敢靠近陆寒 都是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 可是这样粉丝们顺心了 可是想看若巴和陆寒这对CP的网友倒是大失所望 直言跑男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 最新一期的跑男节目组 更是把热巴和陆寒分得彻底 两人之间根本就没多少可以互动的机会 小编真的就是奇怪了 陆寒跟景田坐在一起没事 跟贾玲牵手没事 只要不是 若巴 粉丝们都可以接受 你们是不是很奇怪 还有网友忍不住失望说 若巴和陆寒又没有什么 只是玩游戏而已 没有了他们的互动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呢 要知道陆寒和跑男节目组的合约 很快就会到期了 粉丝的这种做法有点想控制跑男的意思了 一个不开心就开思 旁边跟他有关的人全会被黑 节目组怎么会一直忍气吞声 网上有人爆料称 原本可以做到第八季的陆寒 如今看来也是有点危险了 没有哪一个明星是拿人家钱过来享受的 据悉陆寒在跑男团成员中的心 仇视最高的 上达千万 如果你给节目组 带来不了好的收视和名气 放到因为一点小事小伤 过来黑节目组 试问谁还会继续跟你合作呢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希望奔跑了下一季有路盘吗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最近静姐的一句话 又把花哨带上了头条榜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宁静录制的一档真心话大冒险节目开播 于是搞事情的节目组 问了她这两个问题 静姐 你是不是曾经对郑爽很不爽 静姐表示 她是个急性子的人 而郑爽则像树懒一样不着急 后来她理解了世界上 就是有这么一类女人 不然也不会有呢 没多粉丝喜欢爽妹子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静姐回答得如此反套路 诗诚仿佛听到了 搞事节目组心碎的声音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个问题 可就厉害了 杨迪问她 静姐和许清姐现在还联系吗 这明显是要搞个大新闻 可宁静根本没在怕的 她说花哨录完之后 这帮人都没什么联系了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 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只有过年的时候 杨迪会发个信息 其他人都特别忙吧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听到她这么说 杨迪的粉丝们非常开心 都在评论区安律自家 小哥哥的体贴和礼貌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然而宁静的话同样暴露了 花哨团在录完节目之后 也就各奔东西了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纵观整 各三季虽然新一季没播完 但可以想象宁静参加的第二季 花哨简直就是三季中 CX方面最激烈最精彩的 刚开始的时候 宁静就因为自己的急脾气 和导游郑爽产生了很多正面摩擦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至今都记得去伦敦桥之前 宁静看不下去 郑爽迟迟不做决定 说要么去要么不去 别磨鸡 然后郑爽那个一点做错事的小表情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旅行进行到后期 俩人之间的画风就变了 和宁静关系比较好的 反倒是刚开始经常和他有摩擦的郑爽 宁静懂得关心郑爽 而郑爽呢 也十分尊敬这个演员界的前辈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两个人 在微博上也经常有了互动 宁静过生日的时候 郑爽粉丝给他送祝福 他也别宠溺地说了句谢谢妹妹 不过估计是因为各自生活工作的圈子不 同 后来宁静和郑爽就不再有同框了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当时花哨里最热的一对CP是正经CP 花哨团 继承的时候 恰好俩人刚拍完一部剧《相爱穿梭千年》 剧里的感情自然延续到了真人秀里 记得紧摆绕去和花哨团会合之前 心心念念地担心着郑爽啊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过加上宁静那句话 倒是证明了 真人秀上的亲密关系 不见得就是真实中的状态 就像王林说的 在这种以人际关系为看点的节目里 不熟的嘉宾们凑在一起 一定会产生矛盾 就连情侣都会吵架 更别说这些之前不熟悉 甚至是陌生的人了 对于这些小情绪 观众也不必当真 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矛盾分歧 只是可能因为平时工作 太忙关系慢慢就淡了 或者要配合宣传炒作关系 才必须在镜头前表现出亲密的状态 这些最火的闺蜜 组合大概就是那扎和江书颖了 天天互对 网友猜测 是真闺蜜还是心机 江书颖上节目时吐槽那扎说 那扎很夸张的怕晒害怕虫 穿得很多 我还有证据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鼓励那扎也不甘示弱 马上反击 江书颖只会算糊涂账 每次都算错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精百然 都说他俩一言不合就互对 会不会过两天就开始揪头发了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看来花哨桑的思典大概是会被江书颖 和那扎的户队给承包了 这对闺蜜就是要考队来表达友情 考思来升华友谊呢 宁静爆花哨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真人秀里更常见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大白话讲就是CX 有时候CX更能活起来 所以节目组也乐意这样安排 真人秀里的真真假假 谁知道呢 观众开心就好 你们认为呢